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标准的片子来说 我们在后期剪辑的过程当中 经常会遇到一些情况 剪辑的过程当中 这个镜头和下一个镜头 在连接的过程当中 比如说新郎官已经出门了 然后再转到新娘的镜头 之间的转场 有可能会非常非常的生硬 那么这时候我们需要一些唯美的 有点像MTV的那种柔美的镜头出现的时候 我们发现我们没有 所以一般在拍摄婚礼的过程当中 我们建议大家多拍一拍 内景的只有新郎新娘的 唯美的镜头和外景镜头 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是24格还有汤匙 他们都基本上每一场婚礼 都会去拍摄这样的镜头 特别是汤匙 那么作为我们 婚礼摄像师 我们应该如何去拍这样子的镜头呢 首先我先跟大家来沟通沟通 外景的拍法 我前面的课程里面说过 我们作为一名优秀的摄像师 我们首先最好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摄影师 我们对外景片的要求就是 唯美 浪漫 新郎官够帅气 新娘子够漂亮 那么在什么 在有一种情况下 是能够达到这一点的 我们可以去看一些优秀的摄影师 在拍摄婚纱照 或者是个人写真照的内外景处理方法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会发现 他们拍的片子 只要我们摄像的片子 能够拍的跟他们的照片一样 那么我们的外景 就能够完全足以 完成我们的婚礼摄像的作品的要求了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看 摄影师在拍外景的过程当中 应该要注意到哪些问题呢 首先第一是光线问题 光线分两种 一种是阴天 一种是晴天 大太阳的晴天 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 大太阳的晴天的过程当中 他们的片子非常非常的漂亮 皮肤非常非常的亮丽 而我们去拍的时候 要么拍成了阴阳脸 要么把人拍黑 那么这里面的原因在哪呢 首先第一 在大太阳的情况下 我们拍摄人物的过程当中 一定注意到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太阳的光线 尽量的不要照射在 我们新郎或者是新娘的 正面情况下 这时候我们可以进行一定的逆光 或者是我们最通用的方法是 找到一个树荫底下 进行对新郎新娘的拍摄 这是注意到这里的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我们在看到有一些片子的过程当中 人是人 景视景很好的分离开来了 而我们拍摄的过程当中总感觉它互在一块 这基本的原因就是因为 就是灯光问题 我们在拍外景的过程当中 我们有的时候会 带上我们的长明灯 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我们也可以带上反光板 如果我们带上是长明灯 控制好长明灯的位置 把灯和反光板的 打出来的光线 让它照射在新郎新娘的正面 这样子拍摄的话 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 我们人物的光线强度 是越强于我们的环境光的 和我们的背景光线的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能够很好的做到 人物脱离出场景 那么这就是我们在拍摄 外景过程当中的光线注意条件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 是阴天怎么办呢 其实阴天更好办 阴天我们只需要 对人物进行正常补光 我们整个画面 就会拍摄的非常非常好看 那么在拍外景的过程当中 我们还得去注意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场景选择问题 在我们的场景选择上面 我们一定要找到合适的 好的场景 就是背景 那么前景 我们一般都会有绿叶 有鲜花 这时候需要我们用定焦拍摄 作为合适 足够虚化的前景和背景 能让我们的画面的层次感变得更强 这样的话 我们的整个外景拍摄 就基本上能达到一定的高度 接下来我们在拍摄的内容 我们可以去参考一下 婚纱照 他们的 呃 姿势 那么我们无非是 把婚纱照里面一些比较亲密的姿势 把它应用到我们的动态效果里面 然后我们后期剪辑的过程当中 就可以很完美的去操作了 比如说 拉手的镜头呀 比如说 呃 拥抱的镜头呀 比如说 亲吻的镜头 除了这些两人合在一起的镜头以外 我们还可以去拍一些单人的镜头 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场景里面 有非常非常 嗯 条件非常非常好的场景 比如说一座小桥 一个亭子 那么我们可以让新郎新娘单独的 呃 拍摄在这种环境下拍摄一些镜头 如果我们有稳定器的话 我们还可以利用稳定器 利用广角 利用定焦 去拍摄一些人物跟环境有关系的镜头 这样的话 也会非常非常的OK 基本上我们外景拍摄有个 二十个有用的镜头 我们这个片子的剪辑就能够完成了 我们往往会遇到这样子的一些情况 就是说光线条件也非常非常的好 呃 有大太阳 呃 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在下午拍摄外景 那么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再等一等 有太阳 我们可以等到黄昏的时候 再拍我们的外景 那么黄昏拍外景 光线条件 逆光拍摄 我们就会发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惊喜 就是那种暖黄色的晚霞加的天空 加上人物逆光出来的黄色的头发 透光的那个头发 加上我们后期加的一些劣迹 我们就可以拍出非常非常唯美 非常非常漂亮的黄昏的镜头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条件允许情况下 就是说大晴天 我们要注意到去选择这样子的拍摄方式 在黄昏拍摄 逆光是唯一的拍摄方法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一个小小的细节 就是即使是黄昏 我们为了追求曝光 天空还是会变成变白 那么我们可以再稍微等一等 而且这个过程当中 人物补光又非常非常的重要 也就是说我们人物的曝光量和天空的曝光量 保证在同样的一个曝光比 这样子的话 我们才有可能会出现很漂亮很漂亮的黄昏镜头 黄昏镜头 更多的是靠逆光拍摄 逆光的时候 我们有些薄一点的叶子 有些绿树旁边薄一点的叶子 也会产生很好的透光效果 那么利用好这种叶子和人物和天空 黄昏镜头是我们拍摄外景的一个非常非常OK的选择 那么有的时候有的摄像师也不怕辛苦 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还可以拍一拍夜景 是的可以的 如果新人愿意的情况下 甚至有的摄像师会单独以夜景提出理由 让新人加钱 当然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的话 效果会更好 夜景拍摄 我们注意一个问题 还是光纤问题 首先第一个 夜景的路灯是主要的一个光源 那么新人都会有车 如果我们是在繁华的街道上面去拍摄的话 那么我们拍摄的过程当中 就得利用到我们的外拍灯 如果不是是在郊区的马路上面有路灯 我们这时候一定要借用一个灯光条件 就是车灯的灯光条件 那么在汤匙曾经拍摄的很多片子里面 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镜头 拍摄出来的效果也会非常非常的好 也就是说我们的外景拍摄的选择性上面 除了正常的外景以外 我们的最重要的一个选择就是黄昏 如果是夜景的话 我们一定要充分的考虑好灯光 和利用其车灯这样的一个元素 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外景的所有的可拍摄的项目 基本上也就差不多这些 那么我们除了拍摄外景以外 我们还有内景可供选择 有的时候天气下雨 有的时候新人觉得太累 不愿意出去 我们会发现家里面有落地窗 或者是在酒店里面有落地窗 环境也会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选择性的去拍一些内景镜头 那么内景镜头的大多性选择上面 更多的是在窗户旁边 然后我们把窗户里面的白色的内脸把它拉好 通过外面的光线照射进来 形成很好的函视效果 注意一个问题是如果室内的光线不足够亮的情况下 我们会发现人物会非常非常的灰 甚至有一点点黑 这个时候我推荐大家内景的是 内景把所有的光线打开 尽量让内景的亮度和外景的亮度能够匹配得上 拍摄内景拍摄白色的窗帘 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难度 就是白色会失去细节 我们有的时候拍摄白色的窗帘 白色即使有褶皱 但是人物是黑的 我们没办法强行的提高它的曝光量 结构造成变成一片白 这个时候需要我们进行内部补光 但是内部的光线 注意一个小的细节 不能太硬 我们这时候希望用的是散光或者是柔光 用的方法就是 用我们的长明灯 把上天花板 如果光线不够的情况下 需要直射人的话 我们最好是准备好一个餐厅纸 包住我们的长明灯 这样子的话打向人以后 它光线也会相对来说柔和一点 我们看我们的画面 尽量的白色的窗帘 有一些褶皱 有一些细节的存在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 既然是寒适一点的 我们以拍新娘为主 我们可以去参考一些台湾的韩式的MTV里面的女主角的一些动作 来进行拍摄 当然更多的拍摄的所有的内容 基本上跟新娘如何如何开心 如何如何美丽的基础之上 这是新娘的个人镜头 新郎的个人镜头 我们更多的是在窗户旁边 这时候我们光线可以硬一点 把带有颜色不透光的帘子拉起来 把室内的灯 咱们可以把它关掉 让外面的灯照在新郎官的侧脸上面 让新郎官侧着站 侧身站 我们离我们的机位可以正对着新郎官 这样子的话层次感会强一些 女性是偏柔美 男性偏阳刚 所以说男性偏有一些层次感 效果可能也还是很不错 拍完新郎官以后 我们需要拍摄的一些是 新郎和新娘在一起秀恩爱的镜头 比如说拥抱一下 我们也可以让新娘 轻轻的靠在新郎官的肩膀上面 胸膛上面 这些镜头 当然我们也可以拍一些剪影 基本上内景镜头的发挥 我们看各个摄像师自己的操作习惯 内景镜头和外景镜头一样 只要我们能够有个20个以上的镜头 我们整个片子的剪辑工作也会变得很顺畅很多 而且我们的片子的整体质量 也会因为这些唯美的镜头存在而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差不多这就是我们的迎亲镜头和内景外景都拍了以后 我相信大家 在剪辑的过程当中会发现 我们的片子已经达到了一个不再是六百八百的情况 而是双击位三千五千的情况 那么你我相信 这样子的婚礼摄像 这样子的婚礼摄像作品 这样子的价格 才是我们摄像师所想要得到的 谢谢大家